我們先來看看這個Switch這個小軟體 Switch這個軟體事實上 它也是推出一段很長時間的 它主要的功能一般來說主要就是 以比較特效類的 比如說文字的特效、影像的特效 這些就是比較有名 當然它也可以加程式 像飛翔加上程式加上一些負檔都可以 可是相對來說 如果你要做比較複雜的 可能我就不會選擇用這個來做 我會把它拿來當作一些文字特效用 各位你也千萬不要說我學Switch就Switch的 學Switch就Switch的 我們的重點 多媒體有一個很重要的多字 你要會比較多東西 你社略的東西認證的東西比較多 你最後多媒體就是要學會一件東西 叫做整合 因為你會整合之後你才能夠怎麼樣 長著 我就知道說哪一個燃體哪一個東西比較厲害 就像你的手指頭一樣 沒有都一樣長 這有要求 不是最長那一根就最好 因為不能隨便弄比 那一支可以隨便弄比嗎 我們都只能比這個 不只能比中間那一支 所以你要了解哪一個 哪一個燃體它哪一個特點它比較厲害的 我就用那一個 對不對 Switch它可能我用在哪個地方 它程式比較厲害我用它 可是它最短話就是它比它 比它去那種 我就用Switch來做 所以 兩個名字會 我們會告訴這個要怎麼整合起來 整合起來比較重要 那它那個燃體呢 實際上跟Switch很像 你看呢 一樣時間軸我們在這裡 我們放大一點點有沒有 時間軸一樣在這邊 那麼你看看它左小邊 左小邊這裡呢 這個是做一些程式和加入效果的 加入效果和程式的 那麼它的這裡做個圖層 我先問一下各位有沒有用過影像素原體 有這個資俗科我們都有學過 你們學哪一套 Poto-in-type 這個Poto-shut 哪一套 Poto-shut 不確定 但是有學過的隊友 好 好 塗層 Switch當然也會有這樣的概念 好 那麼我們看右手邊 它的衣服相關屬性就會在這邊出現 那你真正做的話呢 就是在中間這一塊 所以你看它的工具箱 好 是不是這樣你會發現 Flash的工具箱也好 蜘蛛的工具箱有沒有很多 老實講沒有很多 現在算少的 對不對 以軟體來講這個算少的 因為它主要的功能在做動畫 不在於你在裡面創作 創作造型 創作造型請到別的軟體去做 它是提供基本功能 好 那這樣你有了解這個 我們先來看一個 這個有沒有信心你做得出來 好 第一個就這樣不能見對信心嗎 當然可以 那這個當然你可以有做互動 所以各位有發現一件什麼事情 請問在簡報裡面可不可以用Flash 當然可以啊 簡報裡面是可以用Flash的有沒有 對啊 所以其實你固定一定要用在網頁上 你用在簡報裡面可不可以的 你可以把Flash物件插進來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首先 跟各位一般在做其他影像推廣裡都一樣 今天你要做的時候 第一件要做的不是馬上聽來就打字 而是先決定什麼 蛋糕要多大 對不對 你在網頁面請問 你打開就直接做嗎 很多都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預設是A色的大小 可是今天如果你要做B色的 你會進去就直接先做嗎 不會你是要先做尺章大小 對不對 一樣的道理 所以你看一下 我們到底電影多大 你看一下右手邊 有沒有一個叫做電影 嗯 尺寸在這裡 還有一個很重要 有沒有一個背景顏色 有沒有看到我們剛剛講的FPS 那 這個是12的 你要做大或多少沒關係 比如說你現在用這個也可以 那這樣子 但是400x300有這麼大一顆嗎 沒有啊 因為他現在有沒有百分比比較大一點 實際上400x300我們按一下這裡 百分之百 是這樣子大小而已 這樣了解了 所以你要先知道說 我的做蛋糕的時候那個尺寸是多少 不要等做完了再來改 所以做完再改會很痛苦 除非你用最新版CS5.5 所以你看 你如果本來做比較小 要變大 或做比較大變小 都是會有困擾的 所以你一定要先決定來尺寸 好 你看到有沒有看到文字工具 嗯 好 我們就給他來試一下 好打燃了 那字型你可以直接從右手邊這裡選 那這裡你會發現它有一個剪刀不見的 你可以稍微把視窗再按一下 好有沒有看到它跑出去了 好這個蘇寸不是最新的版本 但是就是給各位練習用應該還夠 那最新版本好像是到它4.0 我們現在這個是1.5這樣 2.1 好 好的 然後我就點一下 有沒有就進來了 你不用拖一 拖一是代表不同的意義 你就打完就點一下這樣就好了 好它就進來了 那這樣子呢 有沒有看到折手邊的效果 嗯 我就來做一個 好 做完了 好 真的嗎 不然就一開罐 做完了 不是這樣嗎 不喜歡 那我們就擺變一下 變600 叫它旋轉一下 這樣360度再進來 我們看看 不知道什麼叫罐頭透露的吧 對不對 一條罐打開就有了 你只要把效果交進就有了 所以這個不喜歡我們就把它刪掉 你就可以看看其他的 你看這裡還有 有沒有碰過波浪 打球的時候不是很喜歡玩的 那波浪嗎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為什麼它在做這個比較容易 因為一樣的效果你在杯裡面做 你可能要花大概至少半小時的時間 但是重點是如果要改的話 不只半小時 可是我在這邊很輕鬆就可以做完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一個特價不滿意 你可以再增加後面 或者像我剛剛一樣 DuckDuck 你可以進到裡面修改 波浪你會讓它大一點 小一點 你看這個比例 我現在波浪上來的時候 順便 這樣你會微笑45度 不一樣 所以這個就很快 那像這邊你就可以再提出了其他的 好 所以你可以先玩看看 像我們剛剛各位有看到的 這個有沒有 這樣 只是不一樣的效果 對不對 這樣了解了嗎 你先玩看看 等一下我再跟各位 稍微解釋一下 我們到底這個效果裡面 有什麼東西可以用 有什麼地方要注意的 好 我把畫面就還給大家